大家好,我是Achandra Team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好的,現在這個是大家所見的就是生存模式 然後呢,這裡有個非常堪稱奇觀的動作 反正這不是這次的重點 這次呢,我要帶大家來看一下我最近新試驗成功的海底隧道 畢竟已經試驗成功了嘛 所以就應該會把它代用到極限模式中 那現在就來帶大家看一下海底隧道 這條路就會直接通往下面囉 哎呀,斷槍好多一刻 沒有 就去海底隧道 你看有很多,嗯,公賊 做這個隧道的時候我死了一次 然後差點死兩次 然後還在隧道中間發現了 那個 海底發現了那個 廢氣礦坑 還算不錯的體驗 總而言之呢,這 海底隧道是一個非常費工的 非常費工的那個 建築 然後這個是出口 我稍微解說一下 如果我之後極限模式有做的話 然後我還記得 總之呢,就是先 因為 礦車都是三格裝 所以就 玻璃 一定要閃 因為玻璃是用來隔血 然後玻璃先進 每先一排三格 然後平常蓋的時候 沿著玻璃走就會 就有氧氣 就不用上去換氣 所以就會一直沿著玻璃蓋 就是一步 然後呢 之後再加上面一個 蓋好之後 然後就 因為那時候中間 就是你兩邊都蓋完之後 中間還是會有那個水 然後就排不掉了 然後就只好用非常 嗯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我就只好 用土塊 土塊把他 把中間兩格全部填 從頭填到尾 非常的費工 然後呢 之後再把它全部敲掉 然後這樣就 水就沒了 然後之後就造 平常鋪鐵軌 就這樣 然後呢 大家 來 帶大家來看一下 那個 上面看好了 沒夠吧 我鋪了很多那個 南瓜 欸 卡住卡住 卡住 空間還蠻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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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針還蠻黑的 這條針還蠻長的 花了好久的時間 這當然 嗯嗯 材料也蒐集很久 非常的久 所以是 一開始的事業區 因為一開始 還沒有 還搞不懂到底要怎麼改 所以就 形成了這個 很奇妙的景觀 大概就這樣吧 是 我 是 我 有 我 有 有 有